大家好,我是公民女子阿奇宝宝 我现在要做一下我早上的运动 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其实我是在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是盖着棉被做这个运动的 那我第一招呢,是我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用我的脚,我的脚,就这样做 来,看我的脚,是这个样子 这个动作最主要呢就是 去上那个刘俊厚老师的课的时候学到的 就是这样,主要是这个骨盆,骨盆的运动 骨盆的运动 这个东西呢是对那个长端脚啊,或者骨盆有倾斜的人做这个 或者是说脊椎,脊椎侧弯的,脊椎不正的人做这个动作很好 就这样,想这样,把这个脚用力撑出去 然后再换这只脚,然后再换这只脚,撑出去 重点是这个骨盆这个地方,一上一下 好,做完这个以后,就做这个动作 就是这个骨盆给它动动 这个骨盆呢,就是让它往上,往上,往上,往下 有点波浪形 先把,把臀部抬起来 下来,下来,有点波浪形 然后做完呢,我就脚这样撑着 然后我的这个动作 就是让这个骨盆敲打,敲打我的骨盆 完了呢,我就把它撑起来 左右摇一摇 现在这一段呢,这一段的动作呢 是去瑜伽的时候 去上瑜伽的时候上课 就是说,这叫做 臀部抬一抬,左右摇一摇 左右摇一摇 拍一拍,拍一拍 拍一拍这个骨盆 好,这边完了以后呢 我就再往上 这样把这个肚子 抬起来 拍起来就是,脊椎就一层一层往上了 就这样 做完这里呢,我就再往上 拍一拍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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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以后,我就 就是这一段,这一段的脊椎 就是用我的头,垫起来 这一段,这一段就是做这一段 脊椎的部分 OK 完了以后呢,我的脚 这个是我去那个,去做 陆文浩老师的瑜伽课的时候 他说这个身 每天都要做一百下 伸直 然后这个脚要这样 好 做完这个 然后我把腿 抱着腿 抱着腿 抱着腿以后 好,抱好 然后上伸 上伸起来 上伸起来 这个动作呢 是 那个 日本的 遗骨 遗骨治疗法 这个 拿衣服的 好像 这个 这个 好 这一块呢 是做这样 我把这个 抓好了以后 摆在一边 把手摔过来 然后 看这边 这个鸭子 来 看另外一边 已经有点消耗掉了 消耗掉了 其实在这个之前 可以先 先脖子 先动一动 先走 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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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